我要代表交通部跟台鐵 向所有罹難者、受傷者跟他的家屬 致上最深的歉意 身為一個政務官 我會承擔一切的責任 這次的傷亡是臺灣鐵道史上70年來最嚴重的事故 造成了50人的罹難 200多人的輕重殺 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 所有國人非常的關心 也是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可以說是臺灣所有人共同的痛 我在第一時間身為交通部長 責務旁貸 也全力投入 搶救和搶修的工作 那麼在昨天深夜到了一個段落 對這樣的一個重大的事故 跟悲劇我要代表交通部跟台鐵 向所有罹難者、受傷者跟他的家屬致上最深的歉意 昨天深夜我在現場看見了這個事故列車的最後一節受損的車廂拖出 那個景象令人觸目驚心 心痛不已 我要感謝這六天來在災難現場 一直投入救人救災的所有的每一個人 我們要釋清這一次事故的真相 要徹底的檢討 才能夠一起走出這個傷痛 那麼身為一個政務官 我會承擔一切的責任 那麼也感謝國人跟朝野黨派給我一點時間 能夠把這個事故的傷害降到最低 能夠再為所有的受難者跟關心他們的人多做一點事情 那麼我今天來到立法院接受專案報告的安排跟國會的監督 我也很期監督 我們都能夠 攜手 來幫忙找出問題 能夠 能夠記取這次教訓 避免悲劇重演 傷痛已經造成了 我相信 傷痛也很難平復 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能夠攜手 同心 能夠以這些傷亡者跟他們的家屬 能夠跟他們同理 我不管未來在哪個位置上 我也會 永遠的 陪伴 你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